這次第六號就是因為你為了未來發展趨勢 所謂的公務系點名啊 智慧系統化啊 大世界趨勢 資訊工程師是最過切需要的人才 資訊工程師是最過切的 以下你科技的財產業理論來講的話 你大學有變化 我會看你的科系跟你的學校 待會有影響 你出場就從10萬到10萬的學生意義 那如果是碩士的話就在4萬吧 但是還是會根據你的高中的科系學校 大學所持的科系學校還是會有所調整 當然如果是點分析的話 我們繼續在學校是很需要跨0.9萬的人才 工學人可以先思考自己的個人 個人特質你喜歡的儀式屬性和經驗環境 然後第二次你也專長 你會找到在自己的簽點 然後找到簽點之後再去發揮你的能力 然後再主要找到儀式要自己的定位點 那我想這樣的話呢 要有一份穩定 而且可以發揮你的能力應該是不難的 在全球化能力的廠商裡面 服務的話那腳底不一樣 因為你是台灣可以的第一人才 可是你可以去代理管理 全世界不同種的國家文化的人才 我覺得那個挑戰度也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是記得年輕人的話你可以去思考 再次你和大家想好 為了知識別人的國家 保密幼稚圓 EA EA EA